欢迎收看本期流民宣传师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来自物本的X3 熟悉我们频道的观众可能知道 我们一段时间之前出过一期它的详细介绍视频 但是那个视频里面介绍的是X3的所谓的高配的版本 也就是带有充电盒的版本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部分朋友都用不上这个充电盒的功能 对于高配和减配版来说 X3本体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本体相对来说更加有吸引力 同时有更高的性价比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X3的减配版本 也就是这个带有充电底座的版本 属于要说的是X3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 堪称今年最具有科技感的手电筒 它的上部由航空铝合金制成 下部则是耐高温的PC材质 头部的整个桶头部分设计有一个显示屏 可以直观的看到当前的亮度以及剩余电量 同时这个头部是可以180度旋转的 搭配上下部的两个充电触点兼磁吸的设计 可以吸附在各种平面上进行全方向全角度的照明 这点非常重要 同时它的背部也有宽大的抱夹 搭配上X3轻量化的设计 日常进行携带或者夹在帽子上 背包背带上进行指向照明也非常好用 同时 Uben X3可能是第一款采用真无线充电方式的手电 它直接通过正面半透明PC材质下的 无线充电线圈来进行充电 对于这种小桶 我觉得无线充最大的优势就是随用随充 不用的时候直接往充电板上面一放 要使用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满电出发了 省去了找充电线 插充电线 拔充电线的这样一个步骤 机体的蓝灯在开启后也会持续的提醒当前的充电状况 非常的直观明了 不用再去看这个显示屏 大家如果不使用无线充电圈的话 也可以使用简配板里面附赠的这个底座 它的一侧是通过Type-C来进行电量输入的 A转C和C转C充电线均支持 然后使用下部的两个触点对X3进行磁吸吸附充电 整个的充电速度相比无线充电要更快 同时发热更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充电方案 这个底座直接就可以摆在桌面上使用 直接往上一放就可以自动吸附充电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实际使用上 Uber X3前部采用的是一套组合式的鲜薄透镜系统 同时也是Uber家的专利透镜 它有着超大的泛光面积 在实际应用场景下脚下黑的情况完全消失 X3的白光拥有最高700流明的顺时爆发亮度 我觉得这个亮度是非常够用的 近距离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它后续会降挡 但是降挡之后的保持亮度 针对一些日常近距离的照明也完全够用了 通过长按开启左侧的红光灯珠 红光相对于白光在黑暗中更能保护人的视力 在红光关闭后人眼可以更快的适应黑暗的环境 这在一些夜间的使用 像观音星野银这样的场合会非常有用 红光相比白光来说也更不容易吸引蚊虫 有了这两颗灯珠非常优秀的透镜出光系统 再加上这样一套显示屏旋转筒头的设计 我觉得Uber X3完全可以胜任 作为一个非常好的EDC小手电筒 同时也有更多的可玩性 我觉得当成一个礼物送出去也非常不错 相比于定价500多400多的满配和高配版本 目前减配版的官方定价是在R99 那句话怎么说 不是高配买不起 而是减配更有性价比 当然我们也帮大家争取到一些额外的优惠 欢迎私信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关注刘明玄师 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照明工具测评内容 您的支持就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是我光明和GKM 我们马上再见